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我而言之前并不了解 此次应水东镇政府之邀前往扁峰写生 对所见古镇风貌惊叹不已 幽静中散发着文化气息 平淡间可见安居乐业 走在远古的金石路上 老街富有特色 保留着原貌的建筑均可入化 水东古镇是现存最古老的基镇之一 因其对岸有村名为水溪 顾名此镇为水东 始建于隋唐时代 在明清时期 古镇水东因黄金水到水阳江 在当时商旅贸易兴旺 而成为繁盛的码头 岁月的痕迹 映落在沧桑的水东明清老街上 似乎模糊 但它们悠扬淡雅的老水东风情 至今依然在老街延伸 时今虽没有昔日的辉煌 但老街的主人仍然每天都在编织着市井民俗风前画 老街以人而生 而人又赋予老街更加鲜糊的生命 老街因人而精彩 人因老街而自豪 因为水东有着历史的沉淀 有霞当你去水东走走 一定会被古朴的建筑 水东人的纯真 朴实与纯厚所感染 水东的美在与人和老街的和谐相处 美在古今文化的完美结合 老街是安徽境内 至今还未过度改进 还保留明清建筑 内部架构简洁匀称 雕梁画洞 别具匠心 有着很高的工艺水平及研究价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始建于唐代的宁东禅寺 是宣州现存最古老的寺庙 老街易于助力着的歌特式教堂水东圣母堂 是晚南第一座天主教堂 也是华东六省师两座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 水东圣母堂与上海蛇山圣母堂齐名 在东南亚颇具之名堵 还有老街的十八踏和五道景 也是两处极有特色的历史遗留 十八踏上又见一幢二层牌楼 浮浮涼雅 与老街风貌浑然一体 十八踏下一道景 是青石砌成的方形古景 景下有一个二十余米长的水池 以及独有的神韵和内涵 吸引着解读历史 品味人生的八方优客和摄影家 画家 方家方写生作品 西场水东十八踏 四八 X四八CM 二零一七水墨写生水东 龙泉洞 远眺四十八乘以四十八 CM二零一七彩墨写生水东 小湖村三百股桥四八 X四八CM二零一七彩墨写生水东上 河石林四八 X四八CM二零一七彩墨写生水东阵 天主教堂四八 X四八CM二零一七彩墨写生水东阵 凌冬古禅寺四八 X四八CM二零一七彩墨写生水东阵 千年银杏四八 X四八CM二零一七彩墨写生水东 龙泉洞四八 X四八CM二零一七彩墨写生水东阵 斯泰河饭店就指四八 X四八CM二零一七彩墨写生水东 三天洞遗址四八X四八CM二零一七彩墨写生水东 雅山谷到四八X四八CM二零一七彩墨写生水东 古镇十八踏水池四八X四八CM二零一七彩墨写生水东 镇老街四八X四八CM二零一七彩墨写生水东 银杏片素血水东银杏片素血水东银杏片素血水 东银杏片素血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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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银杏片素血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